大家好 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WTT大满贯是国际拼联最新发起的一项比赛 这是全新的赛事结构 也是国际赛事积分最高的比赛 每年推出四战大满贯比赛 继新加坡大满贯赛事结束之后 很快就会迎来大满贯赛事的第二战 4月25日到5月8日将在日本东京开打 这也是继国拼主力完成奥运会比赛任务之后 再一次集结日本东京 这一次国拼主力们将重新书写各自的输赢胜负 国拼球队的整体目标 也是再次未免五个单项的冠军 在新加坡大满贯赛事结束之后 很多人都认为国拼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少有人知还有多哈战的比赛 因为没有主力们的出战 国拼二线球员的实力并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 甚至可以说是颗粒无收 对于国拼主席刘国梁来说 这样的成绩肯定是很难接受的 在之后的东京战大满贯 需要主力们竭尽全力 为整个国拼荣誉和个人荣誉而战 面对东京大满贯赛事 孙颖莎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是因为他已经连续错过了奥运会 世拼赛 两项国际大赛的单打冠军 相对于陈梦和王曼玉 已经取得的个人荣誉 孙颖莎无疑是比较落后的那一个 奥运会和陈梦决赛对战中败北 世拼赛和新加坡大满贯 输给了王曼玉 即将到来的东京大满贯 势必又是他们三人之间的一场决斗 那么东京战杀杀 是否能迎来突破呢 从目前来看 陈梦在大满贯赛事上 成为最轻松的一姐 之前邓亚平 王楠等一姐 在大型赛事中 都是奸向最多 对球队各个项目上贡献最大的 唯独现一姐陈梦 享受了专攻单打的待遇 混双 女双这些活都交给小将孙颖杀来承担 三线作战就是一个体力 精力的问题 对于20出头的杀杀 体力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哪怕是一天二赛 三赛 然而 乒乓球是一个比较烧脑的项目 每一次击球选择的线路 每一次发球前的套路算计 都要算到六 七板之后 队友之间非常熟悉 相持实力又比较接近 如何在前三板上 设计更多的套路争取能够早点下分 得分 这对莎莎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邓亚平说 当年她打完一场大赛 最累的不是身体 而是脑子 大满贯新加坡战 我们看到陈梦 王毅迪 莎莎 王曼玉两场半决赛 全部都打到了决胜局 在几个战术被适应的情况下 球员还不得不采取暂停来改变战术 考虑到孙颖莎在亚运会身兼三线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因此 在亚运会之前的大满贯赛事东京战这些比赛上 刘国梁应该还是会让莎莎来适应这样高强度作战的条件 之前 休斯敦时拼赛 大满贯新加坡战 莎莎三线作战 都是为国拼拿到了混双 女双冠军 唯独没有拿到单打冠军 不得不说 奸相太多 对单打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根据最新的世界排名来看 陈梦因为新加坡大满贯的单打冠军 将孙颖莎拉下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但是 两人的积分相差仅仅895分 也就是说 孙颖莎如果能拿下这一战的单打冠军 那么重回世界第一不是梦 但是她的对手远不止陈梦一人 王曼玉的状态也是极佳 奥运会的女团冠军 全运会的女单冠军 世兵赛的女单冠军 既有运气也是实力 孙颖莎在近几次的交手中 都是落败的一方 东京战能否将其一击击杀还是未知数 不仅是他们俩 王逸迪的实力一样不可小觑 世兵赛上连续击杀两员日本大将和陈梦 孙颖莎的对抗水平也有目共睹 所以 孙颖莎想要重回世界第一 这条路并不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半决赛和决赛的输赢 经常需要双方熬战七局 所以说 孙颖莎如果还是三线作战的话 面临的考验还是挺大的 王曼玉面临的压力也不小 虽然三个人的实力是伯仲之间 并且 王曼玉在最近几次的比赛中 胜出的比赛也比较多 但是 从世界排名的积分上来看 王曼玉和孙颖莎 陈梦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这中间需要好几个世界冠军来填补 对于王曼玉来说 在失去新加坡大满贯冠军之后 东京大满贯的冠军对他也很重要 孙颖莎 这次 有邱玉可教练的加持 师徒二人这次的成绩 或许会有更高的突破 东京大满贯开打在即 期待国平主力 能顺利完成比赛再创佳绩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